有一個社會的責任 不只是責任是賺錢為利是圖 賺最多錢給我們的股東、管理層 給我們的員工 為何我要花這麼多篇幅去講這件事呢 其實這是與公司管治息息相關的 這個公司管治 Corporate Governance 這個概念是比較新的 我記得差不多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撤會 在我日本工作的時候 為何呢 因為當時的大老闆在會上突然問我 這是甚麼來的 What do they mean by Corporate Governance 因為當時未聽過 很多人都未聽過 其實未必是最近的 十多二十年前 這個撤會又開始出來 但是沒有人有一個清晰的定義 也沒有人知道 那個含意是怎樣影響商業的活動 但我不記得我怎樣回答 我好像回答 就說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 這樣一會兒 你只是亂急不論 其實如果今天要我再解釋 甚麼是Governance 甚麼是管治 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說 你無論作為一個企業 或者作為一個政府 政府也一樣有這個概念 就是政府的管治 代表在你管理的架構 有沒有一個制衡的制度 Check and Balance 有沒有一個平衡的制度 而這個制度 是能夠幫助你甚麼呢 幫助你呢 是不是我應該做的呢 對不對呢 不是只說賺不賺到錢 而是說對不對 這個制衡的制度 舉例來說 在一個商業機構 有甚麼組織 或者有甚麼部門 可以發揮Governance 或者制衡的制度 大家可能都一定聽過 很多位都出來做事 獨立董事 有沒有聽過 讀懂這些 其實最主要的職責 就是要肯定這個機構裏面 有這件事 還有有沒有聽過 Internal Audit 即是內部契克 這些部門 一樣是 就是肯定來說 你是有制衡的 按照程序 規矩規則去做事 再者來說 可能在金融業裏面 特別是重要的 就是風險管理 Risk Control 你做了這件事出來 是不是那個機構自己本身 或者你如果將它賣給客戶的時候 那個客戶能夠承擔得起這個風險呢 其實我們現在在社會裏面 很多實例 證明了這件事的重要性 亦都可以看到 在過去 雖然 可以說十年八年 很多人說 公司管治 或者管治 管治 管治 這個概念 講了很久 但是 我們其實是否有真正正 可以實行到 可以得到 那方面 它理念所帶來的得益呢